2016年5月26日 第六届中国再制造峰会在京召开 众所周知 旧件回收 公众认知度低 再制造成本偏高 一直是阻碍再制造行业发展的三大主要挑战 中国的汽车后市场宽广且成长 并不利于迅速建立一个有效的异项物流体系 立班汽车认为 原厂就店主要汇地于 维修厂 4S店 保险公司 汽车报废拆解企业 以及进口就店 在中国 有三大汽车就店集散地 北方河北苍州合间市 南方 广州及周边城市 东部 上海 随着国内再制造行业的发展 和类似企业的群聚效应 某一类别产品会更多流向柯定区域 逆向无聊渠道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就件型号数据库的逐渐扩大 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我们要明确就件品质标准 要知道需要的就件是少数 而不要的是多数 同时回收一类产品的多个型号 才能顺畅运营 而这些假货不可避免 会议最后 在以再制造 与新建的同志建行政为主题的 小组讨论中落下帷幕 酷流汽车北京报道